在了解了总和必先于极硬缓随之后 现在我要为各位讲解太极权论下一句 虽变化万端而礼为一贯 由着手而见悟懂静 由懂静而接济神明 然非用力之久 不能豁然贯通烟 端枕 头眼 续眼 头续眼 条理眼 变化万端是指太极拳摔打拿踢各种走年的变化 从外表看去极为复杂 好像有千万个头绪 好像是有千万个条理 难以摸清的 以为一贯的贯就是连接 就是串通 就是统一 论语里人 孔子说 不到一贯之 这个贯就是统一的统 以为一贯是说太极拳摔打拿踢 各种走年的变化 各种走年的变化 虽有千万个条理 但是这千万个条理 却都是以一个最高条理连接串通而统一的 所以我们只要能掌握这个统一的条理 就能很简单地贯通太极拳用尽的千头万序 而练成太极拳 这里王宗略主是用 随便画万端 而理为一贯 来告诉我们 太极拳有一个最高的统一指导人则 如果谁能够了解这个最高的指导人则 并且奉行运用这个最高的指导人则 他就能在千变万化的条理中 用最简单的方法练成太极拳 如果不了解这个最高的指导原则 练太极拳就会千头万序 摸索一辈子也弄不懂啊 所以王宗略主是这里讲的 就是太极拳最高的技术心法 等于就是武林秘籍的最上升心法口诀啊 所以大家要在这里多注意啊 这个贯穿太极拳千万个条理中的最高条理是什么呢 就是由着手而见物懂静 有懂静而阶级神明啊 什么是着呢 字会着年也 即运着腹也 即运年或从米 年从米布就是年 年字和我们常用的年是通甲字 是可以通用的 说文解字年相拙也 我们现在讲接拙记过去俗称年交 接拙记的拙就是年或年 拙就是年拙 年拙就是年拙 要注意啊 拙手不是某些门派说的招式用法练到纯拙 拙字自古就没有作为武术招式用法的字意 王宗岳祖师是明代人 他在明代用古文写作 不会因为现代某些人把拙字 以自己的意思解释成招式用法 拙字就会变成招式用法 所以拙绝不是指招式 也绝不是招式的用法 下围棋时将棋子复拙连拙于棋盘上 所以围棋下子也称为拙 若以围棋下子为拙 来比喻武术也应指武术下手 弱手复连于对方为拙 这是因为拙有复连的意思 过去有人把拙字解为招式 打法拳法拳式拳架或招式的攻击防御方法 说拙手就是把拳套招式攻击防御熟练 说拙手就是拳打千变起理自现 这是武术的学术水平低落 不懂文字迅箍 网文生意胡乱解释而来 这种不通考据迅箍的忘节 用来蒙骗学术水平更低的人 是没有问题的 但却上不了真正学术的台面了 王宗越祖师全论的卓字 也是太极拳融合技术的定义字 是专指走连兼备 沾连连随 无过不及 不顶不丢的连着 着字是紧接着前面太极根本哲学 太极动静分合 太极阴阳哲学 太极融合哲学 太极拳走连技术 急动缓随技术而讲的 是太极拳前述 理论与技术之总结 也可以说是个总技术 所以着式太极拳 最重要的概念技术 学太极拳的人 千万不要轻忽这个卓字 千万不要随人乱解这个卓字 以免从根本处就发生偏差而走入旁门 王宗悦祖师走连概念中的连字是第一字 是专指我顺人辈 所以太极拳将走连的连为我顺人辈 王宗悦祖师瞻连连随的连字 则是指广义的连赋 所以将广义的连赋 则通称为连 凡是专指太极拳 有走有连 沾连连随 无过不及 不顶不丢的连着 则称为着或连着 这三个连的概念虽有共通性 但所指事物却是有差别的 如果分不清楚 就无法深入理解太极拳论的文艺 我必须再说一次 连在王宗悦太极拳里 大致有三种表示 第一譬如 老师说你有走无连 就表示你走化完成 便不小心脱手 没有进行我顺人辈的技术 第二譬如 你的手分开 老师要你连 就是要你把手 衣服粘附在对方的手上或身上 第三譬如用尽对练时 老师说你没有着或没有连着 就是说你用尽时没有融合 走连少了其中一项 或游走无连或有连无走 或者说你虽然游走有连 也有沾连连水 却是有过或有不及 因此犯了顶抗 因此犯了凋离 因此犯了没有达成融合的严重错误了 对不合适 没面子 也没面子 对不合适 如果命令 只有练前 没有发现 不合适 使用尽可能 不合适